Hello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金鱼的教程 首先我们调出一点猪砂 整个笔上的占淡淡的猪砂 笔上的水分的较多 然后笔尖颜色可以稍微的深一点点 让笔上形成颜色渐变的效果 接着我们把笔打平 侧着直接按一笔 按下来 然后再用笔尖再蹭一点浓一点的猪砂 然后再把前面稍微画平整一点 接着呢我们把两个眼睛的位置画出来 画两根短的横线就可以 接着背部这样来一笔 画到这 画到这个与尾巴相交的地方 接着我们再多调一点水分画尾巴 也是笔尖的颜色稍微重一点点 画尾巴的时候我们要注意 要把笔这样扭起来 扭起来 转动起来 最后带一个尖 随意的去转动 只要注意它的这个大小就行 侧边的两个尾巴呢 我们稍微小一点 中间的呢可以稍微大一点点 接着我们把金鱼的肚子稍微勾一下 然后呢顺势着把鱼鳍稍微带一下 接着我们换一只小笔 勾两根线 把嘴巴勾出来 然后画一下背棋 同样用浓一点的颜色 把这个棋里面的筋鱼 可以给它勾一下 同样的尾巴这里也可以 稍微的带一点点 最后呢用蛋抹 可以点一下眼睛 眼睛要注意 可以把一半点出来 一半在这个眼睛里面 这样的话可以更好的能融合进来 有喜欢国画的朋友呢 可以点赞收藏起来 有时间呢可以跟着一起学一学 一起画一画